台湾人很爱敷面膜 一年竟然敷掉了9300万片 这叠起来等于是四座的台北101 而调查也发现 民众最常购买的是30元以下的面膜 以美白面膜最受欢迎 不过医师也提醒 一周最多敷两次面膜就够了 退场敷可能会造成皮肤发炎 爱美女生喜欢靠敷面膜保养皮肤 台湾一年面膜市场高达19亿 台湾人一年就敷掉9300万片面膜 等头四座台北101 连锁药装业者调查发现 台湾人平均每三天使用一次面膜 以单片30元以下的面膜最受欢迎 其中有55%的人喜欢购买美白面膜 最畅销的面膜是美丽日记 台湾民众和路客都很爱 一天销售近10万片 平均一秒卖出一片 排名第二的是保湿水导膜 上市10个月卖出40万片 平均一分钟卖出一片 网路热销的保湿冻膜 是超过20年的经典品牌 今年首度开拓实体通路 抢面膜材 我大概一片面膜 大概算30块到50块之间吧 我自己不会太常敷 因为其实还是需要让皮肤 有一个间歇性的一个休息的状况 以面膜来取代清华液的这一个步骤 所以其实今年的面膜 会成长的非常多 面膜里面它比较会添加一些防腐剂 香料色素的部分 所以每天敷的话 比较容易造成皮肤的敏感 敷面膜敷过度 有时候反而容易造成痘痘粉刺的生成 医师提醒太常敷面膜 会造成皮肤敏感发炎 美白保湿面膜 一星期最多敷两次 次数拿捏好 才能让肤质水荡荡 1.15正义参谋真台报道